一个很不错的服务 那么 老师呢您在后面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 我平常也常用的 欧海云端教室加环农 那么在我们新北拉还有就是 台北市的付费云上面其实 都是整合在大家的那个 呃就是那个叫云端服务里面 您都可以直接使用完全不用另外付费 哎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两个 好先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啦 HIT77 那这个呢他也是在疫情期间 所推出来的 其实他本身喔如果您有这HIT 呃我之前有用过 感觉起来啦就是 因为你要安装软体 然后再来就是 他因为功能比较多 就有点像 可能老师有用过 买运过 买运过这个功能也很多 但是你 如果像在我们 白板上你可能就是要安装那个软体 那HIT77是完全不用装软体的 也就是说我们App也不用装 然后呢 这个电脑端也不用装 完全都是云端的 所以很单纯 老师现在能够上网 而且他对硬体的要求也不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那么 所以其他的这些都可以用 那 老师留意一下 这里我有一个教学 他主要就是用在50个人以内 50个人以内 50个人以内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都是免费版 50个人以内 那 这边呢 我把这篇文章打开 好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 在这里 待会呢 您就可以点开这个网址 就可以点过去他的官方网站 好 官方网站 那当然 等一下我们来 这位邀请老师先当学生 先学会当学生 体验一下 再来跟老师这样子 所以呢 您可以打开这篇文章 老师让你们找到 在简报这一页 应该是第四页 好 您找到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 那么 待会呢 我们 在进入的时候 进入的时候 老师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刚才有提到 最终50个人 但是你要50个 有条件 你要安装他的App 那你说 我不要安装App 可以用吗 可以 可是他人数就降了10个人 因为他 有一点点私心 希望你体验一下他的App 所以说他 待会如果老师 你在这边测试 您先不用装 先不用装 等到你觉得 今天上完了 我觉得可以带到我的课堂 那我需要人数比较多 您再来使用就好 OK 好这个是 第一个先跟老师 介绍一下 那我现在呢 我打开这个 他的网址很单纯 就叫 HiTeachCC 看一下 这里 HiTeachCC 好 这里我先打开 那 因为我们有超过10位老师 所以呢 我要用 App的方式来登录一下 好 那现在我就 扫描这个QR Code 你们不用打 你们不用打 我扫描这个QR Code就可以了 因为我要开教室 好所以我必须要到 这个地方来开一下 他的教室 好 那我现在呢登录教室 其实他的做法有点类似我们那个 买QR Code 买QR Code 买QR Code也可以这样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您可以看到我一进来之后 他会问我 我要开教室 没有错 你是要开一个空白的 就像您现在这边看到 我是要开空白的 还是呢 老师您直接 比如说你的简报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把它转成PDF直接要进来 那如果说你没有变成PDF 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网页的截图 再把它贴进去也可以 然后进去之后可以再做 但是留意向他的目前 资源的页数 就是简报的页数 至少20页 也就超过 你可能要分两个档案 就要分两次来做 或者重新再汇入 那我刚刚呢 已经把 这个简报 在刚才上下载完了 因为我今天比较 慢一点 所以 来 我就让他汇进来 有没有 您可以看到在这边 有没有最多资源到20页 我的刚好在15页 这还可以 好 那我就按 确定 汇入 这样就全部进来了 好 那这个时候老师 您现在看到这个QR Code 就是要给您扫描的 因为你要当学生 要加进来了 所以这个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说不能 事先产生了吧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 一定要是 我在现场 才能够做 好那当然 他里面也有提供连结 我只要给老师 这个连结 你也可以按连结 之后进来 那 另外一个 老师要留意一下 就是 这个HIP-DCC 没有学生的话 您就没有办法用 一些互动的功能 一定要有学生进来 才可以用互动的功能 所以 这比较特殊 好你看 我们现在有 三位老师进来了 有没有 还有三位四位老师进来了 有没有 这样就 有点像我们 教室现场的签道一样 对不对 我就可以在这边 去随时掌握到底 现在有哪些 同学 有没有加入 这样子 好 老师这样 可能有点反光 会有点找不到 然后近一点点 那您也可以用电脑 也可以用电脑 就打开 打开我们这个 用电脑 扫这个QR Code也可以 是 电脑怎么扫QR Code 说得好 哈哈哈 电脑 你们的有网络摄影机 对不对 你 手机拍下来 给他看 这样有没有最简单 你把手机拍 拍这个照片 然后待会 你用电脑的网络摄影机 就给他看这个照片 不是等于看QR Code的吗 对对对对 也可以哦 他并没有限制 同一个账号不能登录 因为你刚登录的时候 老师是指输姓名 就好了 对不对 教室代码 他已经帮你产生好了 所以你把这张照片 QR Code 扫起来 给你的电脑 那OK的 真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在教室 同学用平板 那就没问题 也是一样的 只是 可能也会像刚刚的 就是做比较后面的同学 也许需要到前面来扫描 可能这样子 那个扫描的部分 会比较OK 这样有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也可以打这个网址啦 打这个网址 然后他上面有 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 所以像他这样子 就是说 老师可能在让同学 进入这个 状态的时候 进入我们 现场教室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他真的就是 像我讲的 没办法预先 增加出来 这个是 他比较 麻烦一点的地方 这样 这样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我刚看 文贴老师 现在 不老话 哈哈哈 现在 要看我啊 什么 这样应该比较OK 好 其实 我们当然是建议老师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 萤幕大一点 其实操作比较方便 虽然手机这样也是 可以 但是 操作上还是 萤幕 大一点 使用起来 就方便 多 这样有没有成功的 好现在已经 这么多人进来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教室呢 已经有 23位 23位 就23个装置进来了 那我就先把他关起来 好 那么 我先把这个部分关起来之后 您可以看到 我的简报 但是你们的超白了 对不对 好 那 他在这里有一个 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画面 传送给你 你看哦 我把我的画面 传送给你咯 应该是 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我把东西传给你了 有没有看到你 有看到一个页面 有 来来 我也顺便把这个打开 来来来 我把这个网址打开 跟老师一样 我也加入一下 我们就可以同步 好我在电脑上 这里 好有没有 我是推波进来跟你们画面一样了 所以这是他的优点 也就是 同学像刚刚那种经理 看不到 对不对 做比较后面 老师就把简报 送给他 那如果呢 你要 QR Code 要网址 我也可以在里面 产生好之后给他 那另外一个 是什么 哎 同学有加进来 可是老师现在是把QR Code 已经藏起来了 请问你 如果比较晚到的同学 或刚刚 做比较后面的同学 老师你那个QR Code 都可以再显示一次吗 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一种 所以他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每个同学 你看 右上角 有没有一个QR Code 你可以点开 有没有 隔壁同学 没有 旁边同学 你打开给我扫一下就好了 不用叫叫老师 做这件事情 这是他的优点 嘿 就是 有一个同学进来 隔壁的就可以这样 闯播下去